恭喜兩位 Thank you Hello 現在是否陪伴自己多久了 已經是四個多月了 時間過得很快 而且我也很開心 因為我是很早已經知道自己懷疑 因為我比較準確 所以基本上我過了幾天 我馬上去驗人 其實已經是正確 然後我想 為甚麼 是否真的假 再過了幾天我就再檢查 但是由一開始十二月知道到現在 因為我真的沒有孕婦不適 沒有嘔吐 沒有頭暈 那些症在我眼睡 所以最初一兩個月我都心想 是否真的假 我的心情是很輕鬆的 就算我跟她說 你看看她是正確的 不知道是不是的 是開心但不敢相信 不敢相信 因為始終覺得是 差不多去到 見到醫生 做了超精科之後 見到嬰兒 見到心跳 見到她動 見到她沒有眼睛 我覺得是真的 其實最大的起源和情感 是跟家人說 真的喜歡跟他們說的事 那個感覺是會 是會 有沒有這樣哭 都真的沒辦法 哈哈 但是 你問我 其實 剛剛知道這麼開心的事 但是又不可以 這麼快跟大家透露 是啊 你說覺得很快 我覺得很久 是嗎 很多開心事想跟大家說 但不覺得 要收秘密 是啊 那是很難的 知道了是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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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我都想專心做事 照顧好自己 然後其他事就慢慢再來 有沒有想過是真的想要寶寶仔還是寶寶女 如果真是私心 以前會覺得如果是兒子先就好 如果將來可以有哥哥就更加好 可以跟他玩 但是現在其實真的想想 沒所謂 女兒也好 女兒可能更好 真的不知道 最重要是健康 還有剛才也說過 我自己小時候可能想生兒子多一點 因為我喜歡做運動 帶她去打球可能比跳芭蕾舞 長大了 因為身邊很多朋友都生女 她們真的很甜蜜 又可以扮靚 我會覺得生女也好 但一個很興趣的事 她的家族有20個小朋友 18個都是兒子 所以基本上我現在是為女兒打氣的 八月中 八月中 八月末左右 有沒有說入屋並入產國 開始留意了 但所有事情我暫時都未定 我還在看資料 因為都會說到你生日時 可能你要陪月 誰照顧你 但現在我定了是甚麼 就是我媽媽下個月會 在加拿大回來香港 一直陪我 陪到我生完寶寶之後 可能她爸爸又會輪流過來 爸爸媽媽 所以我也很有安全感 你這麼膽敢入產國展翅膀 我覺得是 如果可以的話 我絕對會這樣 我覺得這是很難得的事 那麼 我希望可以陪你在裡面 一定要 就算暈了都要 真的 我以前小時候見到血是會害怕的 真的會腳軟的 我以前想做醫生 對 但是人大了之後 都明白 不要緊 有些情況下 You got a man up 在這個情況下 一定要保護她 一定要令她覺得安全 Alpha 都說傳授了一些重要的 她心得給你們 都覺得你連天都很緊張 我剛才也跟Alpha聊了幾句 她也是跟我說 最重要其實是放鬆 我覺得 我們女士的身體其實是很強大的 自古以來 我們這麼多位人類的出生 都是媽媽生出來 所以不用那麼緊張 所以我自己來講 是想順產的 我也覺得 現在阿Phil 有沒有當你女王 其實她一向都很疼我 坦白說 現在就 應該這樣說 會再囉嗦多一點 她很疼我 但是有時候 我現在穿了一雙五吋高車鞋 但是因為她的裙子很長 是一個平台 還有我覺得做孕婦 我最大的原則是甚麼呢 千萬不要做一些 平時不做的事情 但是平時你做開 習慣開的事情 其實你小心點 正正常常 其實是OK的 我經常跟她說要慢一點 我走得很快 所以要試 take your time 多余一點時間 沒有那麼失敗 我們還是要老婆 何時開始就要慢慢休息 可以做 不要做事 是 我們還是要做 我們也沒有 但是我跟他們要努力一點 我要多賺點奶分錢 是的 也到今年有很多班 出新歌 最重要是出合唱歌 之前去日本的first take 其實這個龍年有很多 有很多開心的事發生 希望我辛苦一點 她就不用那麼辛苦 但是雖然是這樣 我也有點工作狂 所以我想我應該要盡量 只要保持狀態好 都會做到 不可以做 不知道 但是你有沒有那些吃東西 改變口味 就是叫老公去買 我真的touch with 我真的 一些人負不適 一些口味改變 其實都沒有 我只是眼睡 睡多了 睡多了 可能睡多了 然後又精神了 但我經常都覺得 現在好像是 經常都按一個 battery pack 例如睡完覺 充滿了100% 撞大很好 做完幾個小時後 就很睏了 接著就要睡一睏 買這支給你 第四個 我現在 我現在可以接著 一起加油 好 謝謝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